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其实东西也不是很多 那今天的重头戏呢 主要就是PAT的这个小盘子 它家六色盘 这个小盘子我之前也没有买过 跟他们家的这个大盘子做一个对比 上演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谈 底妆没有新品 就还是用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 娇蓝的这个口合 最近美国的这个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 就没有什么放缓的趋势吧 那其实游行的话 大家肯定是会接触到很多人 所以这样子又增加了一个疫情传播的途径 那又进入了第二波高峰的感觉 我反正就还是没有出过门 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其实就都还好 趁着待在家里的这么一个机会呢 最近就有比较好好的在运动啊什么的 可以的话我是想要身材更结实一点 那现在还没有出太多成果的情况下 我就不跟大家洗脚了 然后如果哪天真的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呢 我再跟大家洗脚 然后如果我没有讲起来的话就是会有失败的 这眼影盘呢是PAT的一个六色盘 他们家其实很多这个包装都是这种有点像能见假的这种设计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袋子 然后它这边就是一个橡皮袋子 然后这边是一个磁吸的扣子 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的六个颜色 这个配色我觉得非常实用啊 就是玫瑰棕调 然后不算特别粉 这个配色到这个包装我自己都还蛮喜欢 就是配色非常的日常 然后也算是比较温柔吧 然后带出门的话有这么大一个镜子 我觉得也挺方便的 然后它的重量呢也不是非常的重 像PAT他们家的这种大盘子啊 就重量上其实是蛮重的 我觉得它这个大盘子就 不是非常的适合带出门吧 其实这两盘呢都算是偏红棕色系 我觉得都还蛮日常的 我自己就是很喜欢这种红红棕棕的颜色 那我们就来先试个色 这盘我也还没有摸过 这种颜色我觉得是 大部分女生都会还蛮喜欢这种颜色吧 很日常然后比较暖色调的 带有一点点活泼跟娇俏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俗艳的这种配色 其实PAT他们家的哑光色 一向来讲口碑不是很好 像这盘里面的这个哑光色啊 我之前就是有吐槽过嘛 尤其是这颗深紫色 深紫色就是 会比较粗糙的这个感觉 这个小盘好像相对来讲好一点 就是这颗有点点深棕色的颜色 可能是他们家哑光的一个通病 稍微有改善 但是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这个小盘里面 没有他们家的亮片色 就一个亮片色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PAT他们家的眼影 最大的亮点就在于 他们家的亮片色太好看了 我觉得如果能够随便增加一个亮片色 比如说这个颜色 看他们家的亮片色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他们家的这个亮片色就真的非常的有存在感 就是包括你拿这么远 你还是能够看到它非常的闪 能够放一个他们家的亮片色的话 那这盘的惊喜度会 整体得分会高很多 这两盘其实价格我觉得也还差蛮多的 然后可能他的想法就是让大家还是去买他们家的大盘子吧 如果只能选一盘图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推荐这个大盘子 因为这大盘子里有他们家非常独特的漂亮的亮片色 是别的牌子比较难以去替代的一个 但是像这个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找不到替代品 好 那我们还是来试试看上眼的效果怎么样 拿这个浅棕色来做一个打底 那我需要沾这个比较红一点的颜色 上在眼睛的后半段 然后我拿一把普通的刷子沾这个颜色 画我的下面的眼影 我感觉这盘的粉色确实是有比大盘子有进步 用手指沾这个金色 然后画在我眼睛的前半段 哦 好亮哦 这个金色 好亮哦 这个金色 眼睛的中心来一点这个 再加一点在这个卧船的正中间 接下来我去画上我的眼线 然后夹好我的睫毛 好 现在把眼线跟睫毛刷好了 然后我感觉这个配色还蛮好看的 想要在我的这个下眼尾 也再加一丢丢的这个红色 它这颗红色其实不会特别红 然后今天的修容的话 我想用回这个好久没有用的 K的Medium这个色号 其实每个人修容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像很多人修容他们会上来这个位置嘛 但是其实像我的脸型的话 这边其实是不胖的 我胖的主要是这一坨肉 所以我的修容其实应该 重点是放在这个下面的这一块 话说这块肉叫什么呀 然后叫嘴边肉还是什么呢 真的好难看 这个位置呢我也会稍微少量的上一点 这样子可以让我有一点点这个 颧骨的感觉 接下来是高光的部分 高光的部分我也非常兴奋 我买了这个Hourglass的一个三色的高光盘 里面是三个颜色 然后我之前就去看别人试色 真试出来非常非常漂亮 我就很心动 这盘真的很多人说非常好看 因为它的亮度就真的是很够 然后粉质又非常非常细腻 就你这样摸上去是非常顺滑的 第一格是有一点点偏粉调 但那个粉调非常的不明显 因为中间这个颜色有点偏白偏米色调的 这三个颜色里面它是看起来最白的 所以它的存在感应该是最强的 然后这边这个呢就是有点偏黄 有点带香槟精的这种颜色 做一个高光用品刷子刷上去 三个颜色都应该还好 大面积的部分我会用这个粉色 然后像比较细节的这种鼻梁下巴的地方 点缀少量的地方 我就会用中间的这个比较亮的米白色 先用这个粉色来刷一下 哇 看这个光 好漂亮啊 太漂亮了 我感觉我这个面中部一下就膨起来了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没有什么 苹果肌的人 然后这个一打上去 我感觉这两坨就立马膨起来了 米白色上一下我的体区 哇 真的好亮 这个米白色好亮 我天哪就这么一倒 拿一把干净的刷子把它稍微的晕开 天啊 怎么这么亮 今天腮红选这个苏库的淘尘这块颜色 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白色系列 白色是他们家那个比较滋润款一点 有点像比较不明亮的西瓜红 然后不怎么荧光 这颜色还蛮显白的 好 那上唇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比较滋润吧 就看起来嘴巴比较厚 然后跟手臂试色还是比较准的 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然后我现在去搞一下头发 好車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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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